當大家以為香港政府撤銷用來控制樓價用的印花稅措施 樓市可以獲得生機時 實況並非如此 連奧派建築公司馮長記都宣布清盤 這種情況連2003年沙士疫情觸發經濟衰退都未曾發生過 世界看來現在不是一片蕭條 為何香港的情況可以差到這個田地 以往香港的經濟周期基本上是跟西方的主流世界波動 因為大部分資金來自西方 而當金融投資話題轉型時 香港基本上都會跟著西方轉 但這次是十分之危害 由於中國有利用西方的科技和資金威脅西方的民主政治 所以美國和中國開始全面脫鉤 亦因此現在西方很多主流的經濟題材 例如近年最隻手可熱的人工智能 根本與香港和中國無關 連晶片都入不到 甚至拜登已經頒布了行政令 限制美國公民的個人資料流入中國 連學習的資料都不會有 既然如此 現在輝達等公司的股價升到幾熱火朝天 對香港來說都只是隔岸觀貨 因為不可能有中國公司能夠吃到人工智能這塊大餅 這樣香港亦不會有什麼外外資金流入 經濟越來越差 和世界大勢背道而馳也理所當然 美國駐港總領事梅如瑞在接受彭博專訪時 指釋放黎智英 以及因為政治言論入罪的人 效用比搞金融峰會更大 其實美國人的中國是十分誠懇的 因為釋放黎智英 廢除國安法以及基本法23條 美國最可能對香港鬆綁 外資最可能重新回到香港 好像人工智能之類的商機 最可能考慮在香港進行 而剛才提到的政治問題不解決 甚至變本加利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由於缺乏外資金的支持 香港各行各業會逐一崩潰 在今年離開香港負英的人 或者只是仍然因為政治因素而離開 但如果明年不封關的話 明年大批香港人來說 就不會是因為言論自由 而是因為經濟崩潰 為了生計 不得不離開香港貿求速度 而對香港人最絕望 就是習近平根本不會給香港經濟的死活 由洞察清零期間 習近平可以任由大批上海市民 陷入半死不活的境地離底 這個毫無人性 他只是顧著他的權力安全 香港經濟崩潰都不關他事 和毛澤東差不多 毛澤東都是為了鞏固權力 任由中國深呼累積的大批西方分野的人才死去 都毫不在乎 而中共拒絕將毛澤東以為罪犯 也可以看到中共是不願意真正檢討由文革帶來的浩劫 其實香港已經面對第二次文革浩劫 只不過暫時未有紅衛兵來抄加滅足 但遲早會不會有紅衛兵來就入顏港 經濟陷入崩潰只不過是頭盤 而純粹為了一幾良好意願來到香港 本身並不會解決問題 今年對大部份仍然是香港的人 將會是決定性的一年 現在看來的形勢十分清楚 香港由盛轉衰的命運 將會除習近平不受控制的決定而注定 而香港人只能夠在去和牛之間作出抉擇 而這個抉擇不單止牽涓 你自身未來幾十年的財富和安穩 亦都會對子孫幾代的前途有極其重大的影響 這個決定是不可能做錯的 一如1949年的上海人一樣 有多少人在上海的人 在後來的反友文革受到迫害 大家是心會有數的 在動態清零期間 上海人奉一位由他們當中走出來的作家做偶像 這就是寫小說出名的大師張愛玲 張愛玲借在香港大學完成學業機的藉口 來到當時英國管治的香港 之後再到美國定居 張愛玲的決定不只是純粹好運 而是他對中共有透徹的認識才作出 否則他寫不出央哥和赤地支援的樣本書 現在香港人應該參透張愛玲當然的決定 在剩下不多的時間做出正確的事